ROST在移动应用端的应用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 ROST在测试方面是如何有更好的这家实践 接下来我们也会请 潘永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应用 WAPC做软件测试工具 潘老师是一位热爱ROST工程师 拥有四年的软件测试经验 他将介绍如何使用WAPC 作为软件测试工具 探讨YSM如何支持多种编程员的 模拟数据逻辑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潘老师 谢谢大家 我名字叫潘永泉 我是新加坡来的 然后其实新加坡很多公司都是在做测试 我们要讨论的是WAPC 那什么是WAPC呢 它也是名为WebExampte Procedure Core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建议大家 这个是一个比较学习的东西 那什么是WAPC呢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用应用了WebExampte 然后WebExampte最底层的 那个FFI的参数的那个类型是很少的 也是很多人觉得很难用的 然后这达WAPC呢 是升级了他们的这个参数的数据类型 然后它引入了参数是U8数据串 然后返回的是这个Result U8数据串 然后这个在RAS里面 你可以打一个问号 所以是用起来很方便的 那WAPC呢是写以标准化的本机代码调用WebExampte 和WebExampte调用本机代码的通讯和错误处理 然后这个是很好用的 然后基本上我是喜欢用这个本机是用Go写的 然后这个GATS是用RAS写的 然后这个其实在Nolang 其实是不要用基本上本机 直接负责读这个WebExampte的文件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引擎 然后部署它 部署那个host的功能 然后之后可以调用一些involve的功能 那RAS你只要负责 记得CargoMute 它GateWebExampte的UnknownUnknown就可以了 那这个WAPC流程呢 你做一个involve功能 那其实是它WAPC流程是来配很多的 那其实基本上我不多了解 那不多仔细讨论 那其实你要看得到是 它是很注重那个数据的长度 Lang 然后这个Lang是取那个Memory的那个数据 那GATS的私心可以任务 然后GATS也可以返回气球去那个本机 然后这个是WAPC呢 其实这个是GATS 它用RAS的一种写法 那我们是放了这个WAPC下化线 init的function里面 我们就注册功能 这里注册了一个ping的字段 然后它有一个ping的功能 那ping的功能就是很简单的防备那个数据 然后其实这个 不好意思,可以给你去吗 对,这个register function 它你可能要记得是 它只能在这个WAPC里面用 然后你不能注册这个功能在ping里面 不能这么做 其实我用的这张WAPC 我是用惯的 然后我是知道它有一些东西是我们WAPC 其实下化线start的用法 KT在这个WAPC里面 然后这个下化线start 是因为它要支持tinyco变成的WAPC 然后其实是它会在初步的时候 都是会执行这个WAPC 下化线init跟下化线start 其实我 因为这个WAPCinit 你不能拆开来写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困扰啦 但是我是 假如文家要在这个WAPC的方向里面 大概多一层的话 大家可能要隐藏一些 一些protocol嘛 隐藏一些东西 它可以放在这个WAPCinit里面 然后用户是在这个下化线start那里 继续搭他们的购物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下 关于测试呢 测试我们是很注重于这个MIT 抓包这种测试方案 那其实我现在是一个 一个例子 就是 你如何更改这个 路由的那个 的请求 然后你看得到是 它是用一个reexpression 来来做 你可以看一下 像下面的下化线start 也是一个类似于 我怎么调用这个 注册功能 然后这个echo request 其实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会brush的 那你 你就可以直接调用 quick.io的reexpression里面 引入这些功能 然后这个例子就是 因为这球赛 那球赛的请求 是有包含这个球赛的ID 然后其实你是可以取 reexpression里取这个ID 然后你就可以调用 然后其实你看一下我这个 魔法 魔改这个request 其实是 在那个htboxy url那里 把这个流量打去本集 8000 然后把这个http协议 从https改去http 然后我就会放进去 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如何就 模拟这个 模拟这个 模拟那个数据 其实它写法 在那个 response htbody 就是很容易的 就用json 这个 大家应该懂的 这个 红来 放那个数据进去 人家记得要 要还那个 cdcode 200 反正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 更换数据的方案 那如果是 关于测试 我们也是 注重于回归 对吧 那你有多个路由要测 那你有什么更换 你需要回归 其实我这里是一个 Feedler A B的东西 你看一下我的 Feedler A B的 这个 的协议 的数据 是有 包括这个 Response A Response B 还有一个路由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 就是 我把这个数据 导向于 8000 其实这个 你用Feedler A B的话 它是可以 A 是一个 没有更换过 request的Response B 就是 从那个 8000 的本息 来取回数据 那其实你可以 在里面做一点验证 然后这个是 看那个路由 路由 会有一个flash sale 然后你就进行 这个 这个 A B测试 然后我这里 是一个 叫 Full Assert Equal 然后你可以用来 做一个A B测试 好了 那关于 我是做测试 然后基本上 是 我是自己做 工具 测试工具 然后自己用 然后 这里是我的 做的项目 Response B 对 然后这里 是 那个 GitHub 其实是 简单来说 你是可以用Resp 你的测试需求 然后 Bose 过来 我这个Mose Server就可以了 就是很方便 然后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是 考虑到大公司 因为我曾经是在 电商工作 然后是 有请多 测试人员 然后 其实 公司大公司有自己的 Procode 然后 其他的一些 你可能知道的 Charles Proxy 这些 没有办法支持那种 Procode 然后 大公司也是 微服务比较多 然后 然后我们 微服务是需要 模拟上游的 那个数据 对吧 那 大公司也是要 平台化 那个测试 所以 这个是 我的这个 是可以达到 这个 需求 然后抓包 方面呢 我们 前 几个月 应该是半年前 这个 这个 RAS 那你也是看到 是 其实是 有人 要做一些抓包工具 用RAS 来写 那其实 已经 市场上有很多这种抓包工具了 然后 然后 其实 因为 考虑到 人家要用RAS 来更换那个数据嘛 对吧 那就用RAS 其实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对 然后 不可能你每个语言都 都做一个抓包工具 那不行吧 那我做这个是很灵活的 就是 HPTP 还有 TCP 还有这个 websocket MITM 那你其实是可以用RAS 来 构建自己的 protocol 然后 GRPC 也是可以做这个 MITM的 因为 我们已经用POSE 然后 其实 平台化这个车是 工具 工具是很容易的 然后 这是一个websocket staying for weather API 这个 然后 我再讲 那 其实 Base it possible 是用了 Golang 来写的 你看 我用了Google Martian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 这种 MITM的工具 我就 其实基本上是 不用自己写的 用就好 那其实 更换Modify Request 的时候 其实我就把那个 Request 放寄信去这个webxmp里面 然后 放回那个新的request 更改 Response也是一样 一样的 对 然后 我这个例子 是 因为我讲到 TCP MITM 这个是很多 转发工具 没有的功能 那 基本上我做了一个 是websocket的 一个协议 你看到 在 Handle webxmp Response的时候 我是 放了 处理的websocket 就发hello world 唯一是 Apple 一个字段 好了 那基本上 这个是 流程 注册了335 这个 pod 然后 处理这个 TCP 然后 给 这个webxmp 来处理这个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个websocket 这个websocket 是怎么样的 它是做一个 buffer 来的 因为TCP 它的数据包 不一致 不一定的 所以你还没有 那个 能组成一个 数据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 放在 buffer里面 然后你是放在 那边处理 其实 它不够 不够 的时候 它就返回 slash continue 回去这个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是够的话 就返回一串的TCP item 那 换一个API 测试呢 自动化测试 也是可以用 这个websocket 这个API 测试 我们注重于 assertion 然后 稳定环境 而且要有 报告能力 其实我也是 有做 搭公司呢 就是很多 这个升级问题 然后 那些 比较菜鸟的 QA 有些 框架 可能越 越用很多 那种内存 然后 有时候 一个用力崩了 会造成 后面的 AP的 动作失败 然后 这个维护问题 也是很大的 然后 最后的 这个websocket 为什么呢 它是 处理这个问题 就好像 因为每个 RAS文件 是可以独立 编成 一个websocket 所以是 不会耗内存 然后一个用力 崩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然后 你也是可以用 不同的语言来 编语 你可以存起来 那你就之后 就不用 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一个例子 那就是做 发一个 在 RAS 里面 发一个 HDV请求 做一个自动化 那其实它 写法也是 类似于 这个Command Request Request Mustioning 这个 其实 主要是 看到我是用 这个HDV1X 来协议 是虽然是 有点恶心 但是 是 避免 避免有什么 症意性的 就是用这个 HDV1X来写 然后 Response 就是可以处理 这个 assertion 对 那其实 我是用了 虚幻式来写 其实也是 看个人 其实不需要 跟我 然后 这就是 那个报告 报告就是 最重要是 能验证 assertion 就是一个 然后 有 那个 request response 还有一个 时间 我这个 Lock Server 也可以做 HC Request DCP 还有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有时候 发一个 request 它就会 那个 这个 back entry cash 就不要 所以 如果是提供一些功能 是可以clear cache的 来做测试是比较方便的 好 然后 这个 我们刚才也讲了 我如何用 web socket stake in for web smp 这个写法 然后 其实是 因为有时候 我 跟人家解释 要用web smp 很难 那 对吧 那 我们家又会问 为什么要web smp 那 你会写web socket吗 你会写web socket 你可以借过来 我的web smp 那 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在浏览器 页面 然后你是可以用javascript来更换数据 对吧 那 也可以用java 这里 处理的 proper 然后 然后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用户呢 是发web smp 过来 返回来是 test report 然后 其实很多 它有多一个 是用web socket 你可以web socket去接去我web smp 然后 其实web smp 可以动态的去 适应web socket的情绪 然后 返回来 用户 这个 然后 其实 你可以做的是这样子 所以 你可以敢敢用web smp 用pub 人家讲 为什么要web smp 因为你可以随时随地 提供多一个 多一层的web socket的这个 协议 对吧 那其实这个是随意 随机 wpc 注册 逻辑 对吧 因为每个用户接过来web socket 你不能也是编译一个性能外症 然后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 但是 如果这个方法呢 也是有用了一些什么 道路呢 就是流氓的做法 就是 我是 在wfc gas那里做了 那个forg 然后这个forg 能 能 刚才我们讲的嘛 这个register function 一定是要在wfc里面 放 那有了我这个的话 你这个register function 可以在 可以在别的地方用 对吧 随机用 但是这个也是因为 他们 他们这样的设计 可能是考虑一种安全性的问题 但是我这个 不需要这个安全性的处理 当然 你可以注册更多的功能 然后 这也是我们的 科兴 其实差不多讲到最后啊 我们这个 因为这是RAS的大会吧 那我们讨论RAS跟GO 什么区别的 那我们可以用RAS 编译成YSMB 还有TiningGo 也是可以编译成YSMB 但是区别就是 这个Civilization啊 RAS的确是比较好的 TiningGo呢 也是可以 处理Protograph 但是你要更改这个PB GeneratedPB 所以是蛮辛苦 而且JsonString呢 处理TiningGo 还不是很好 好了 差不多讲到最后了 对 有什么问题吗 就可以尽快问 OK 那接下来 到提问环节 有没有同学有疑问 或者什么要了解 尽不了解的可以提问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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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OK